狠心的女人用垃圾袋套住男孩,接着快速系上袋子,二话不说,抱起垃圾袋就给扔到垃圾车上,清洁工毫无察觉启动开关,立即关上垃圾车缸门,便招呼司机离开,无情的小美却十分得意,很快垃圾车来到荒郊野外,随着垃圾纷纷掉落,陈好开始处理垃圾,就在他认真清理时,突然发现一个垃圾袋在不停地乱动,吓得陈好连连后退,转身就要离开,不料却传来孩子的哭啼声,陈好觉得非常奇怪, 于是上前缓缓打开袋子,发现里面竟是被遗弃的孩子,看着活泼可爱的孩子,陈好顿时想起几年前,妻子在河边洗衣时,放在河边的孩子,不慎被河水冲走,安娜见状赶忙追了出去,不料脚底一滑,眼看孩子越来越远,吓得赶紧妻子大声呼喊,四周却空无一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被河水冲走,失去孩子后,安娜每天活在痛苦之中,陈好想到这些看着遗弃的孩子,于是就把孩子带回家抚养, 整日为米的妻子也亮呛地回了家,可突然看见身后的孩子,顿时让女人不知所措,于是赶忙叫来丈夫质问,陈好这才解释,说为了弥补她失去孩子的愧疚,这才收养这个孩子,安娜顿时开心不已,每天都精心地照顾孩子,妻子从此也开始露出久违的笑容,没想到这样幸福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这天傅豪跟保姆拿着照片,意外发现了丢失的孩子,于是傅豪上前抱起孩子,而陈好和妻子两人焦急地解释, 表示自己有权利抚养仪器的孩子,并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傅豪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小美是傅豪未来的儿媳,为了想独霸家里的财产,小美跟傅豪谎称把孩子送给别人抚养,没成想竟偷偷给丢进垃圾车,傅豪见小美如此恶毒,为了能让儿子彻底看清小美,于是想到一个办法,请求陈好夫妇二人帮忙,在儿子婚礼那天,安娜推着垃圾桶不小心碰到小美,新娘十分气愤地怒斥安娜,让她赔偿一件新的婚纱 此时的安娜只向垃圾桶,表示里面有送给新娘的礼物,新郎十分好奇地打开缸门,发现里面竟是自己丢失的孩子,这时傅豪及时赶到,毫不客气地揭穿了小美恶毒的嘴脸,新郎得知真相后,直接跟小美分手,女人也为自己的罪恶行径付出惨痛代价 沉迷于手机的女人,全然不过正在荡鞦韆的儿子,竟然拉着别人家的女儿离开,尽管荡鞦韆的儿子大声呼喊妈妈,而只过玩手机的安娜却头也不回地离去 一边正在跳舞的小美似乎听到呼救声,急忙跑了过来,却发现自己的女儿竟不知去向,就在女人不知所措时,发现独自荡鞦韆的男孩,情急之下小美赶紧抱下孩子 而刚回家的安娜仍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丈夫质问孩子呢?安娜头也不抬,直接将女孩推到丈夫跟前,男人顿时火冒三丈,这谁家的孩子?我们的儿子呢?安娜摘下耳脉,发现自己居然领错了孩子,丈夫十分气愤怒吃女人 找不到儿子,就不要回家,安娜赶紧拉着女孩去寻找儿子 原路返回的安娜,正好遇见原地等待的儿子,愤怒的小美披头盖脸,就是一顿骂 怒吃安娜,一点都不负责任,安娜则连练道歉,气得小美抱着女儿转身就走 本以为经过这次危机,安娜就能有所改变 第二天,丈夫因工作繁忙,不得不暂时将孩子让安娜照顾 没想到,女人还是继续沉迷于自己的手机 没多久,儿子想起爸爸,于是便出门寻找,而此时安娜却只顾看淡淡电影,却毫无察觉 这时丈夫突然回家,看见沉迷手机的妻子,询问她孩子呢 女人头也不抬说,就在旁边 男人气愤地跟安娜大吼,妻子这才放下手机,发现孩子不见了 赶忙解释说,可能在房间里 于是赶忙起身寻找孩子,结果发现儿子不见了 而此时,男人再也无法控制自己 直接让妻子长长记性 另一边孩子还在不停地喊爸爸 这时路人抱起男孩,询问孩子为什么一个在大街上 孩子说想找爸爸 路人则提醒孩子一个人出来非常危险 便带孩子寻找家人 这时,安娜发现路人抱着儿子 急忙抢回孩子,不但没有感谢路人 还以为小伙是坏人,对着她大喊大叫 回到家后,不知悔改的安娜,就像着了魔一样 孩子饿得不管怎么喊妈妈 女人依然不管不顾地玩着手机 孩子无奈再次走出家门 独自来到小桥上玩耍 处于好奇男孩爬上栏杆,就在危机时刻 正好被下班回家的爸爸看见 男人急忙抱起儿子 从孩子口中得知,妈妈根本不管孩子 男人抱着可怜的儿子决定离家出走 而另一边女人这时才发现孩子不见了 可她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当她来到小桥发现栏杆上的鞋子时 以为孩子发生了意外 瞬间意识到大事不妙 直接摊坐在桥上 女人因为每天沉迷于手机 没有尽到一个母亲应尽的责任 最终悔恨终身 女人一屁股坐在凳子上 几万块的马内轻松到手 紧接着又调换装满现金的公文包 此时看淡淡电影的男人毫无察觉 随后女人从衣服里扯出事先藏好的裙子 刚好盖住站在屁股上的马内 然后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从男人面前走过 眼看有美女经过 男人立马上前搭讪 询问女人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 不料女人一个非吻 沉好的心瞬间被融化 紧接着头也不回拿起皮包离开 结果来到老板面前 等老板打开皮包发现 竟然都是白纸 气得大发雷霆 而男人却一脸猛逼 都不知道皮包什么时候被吊包 紧接着老板直接发飙 呵斥男人如果找不回马内 直接送他去啃窝头 原来这一切都是女友所为 女友贪图老板的奢华生活 竟然跟老板合谋陷害男人 男人回到家后跟女友讲述经过 女友听后却幸灾乐祸 假装安慰男人 说给他倒杯水喝压压惊 便转身开心地离开 男人却无意间看到女友手机 得知他已经背叛了自己 气得脸都绿了 此时女人竟然偷偷给男友下毒 还幻想着以后过着富婆生活 眼看女友过来 男人故作镇定 并没有喝被下毒的水 直接找老板理论 不料老板不讲武德 警告男人跟他作对 没有好下场 紧接着把保镖叫来 让保镖直接把男人带走 不料下一秒 竟然来到悬崖边 看着几十米高的悬崖 男人立马认颂求饶 没想到 凶狠的保镖将男人一把推下悬崖 从此女人跟老板过上 没凶没扫的生活 妻子想跟别人玩游戏 害怕丈夫发现自己的秘密 于是把胶水涂在丈夫鞋子上 甚至地板上也涂上一层 这样 即使她突然回家 也只能被钉在原地呼救 没想到丈夫很快回家 她穿上拖鞋准备休息 却发现 怎么都无法动弹 而此时女人也玩上了游戏 丈夫大喊 却没有反应 这时她看到旁边的强力胶水 感觉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开始自救 先用打火机将钢片加热 然后用力撬开鞋底 才得以脱困 男人摔倒的声音 被卧室里的两人听到 这时陈好快速上楼 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安娜赶紧出来 为男友拖延时间 直接抱住了丈夫 还问喜不喜欢自己的恶作剧 但丈夫通过镜子的反光 发现了屋里的男人 可等她追到阳台时 并没有发现男人的影子 就连楼下也没有 因为没有抓到现形 男人并没有表现出来 而是随手把窗户关好 还体贴的怕妻子感冒了 妻子以为丈夫啥也不知道 其实陈好心里已经有了打算 第二天 他在窗台上挤满强力胶 准备抓人 随后大声的告诉妻子 自己要出门 今天会晚点回来 然后故意使劲关门 陈好赶紧躲进旁边的储藏室里 没想到下一秒 妻子就跑出来 开门迎接小鲜肉 就当他们自作聪明 以为安全时 殊不知男人又折返回来 亲子闻声 让小鲜肉赶紧藏起来 自己也开始整理着装 陈好冲进来质问 那个男人在哪 见妻子啥也不说 陈好赶紧跑到阳台上查看 可浇水并没有人动过 男人彻底怒了 如果男人没从阳台逃跑 那一定还藏在家里 妻子怕事情败露 便把一杯水放在桌角 等陈好检查完窗帘后 不小心碰倒了水杯 此时女人借题发挥 责怪丈夫毁了最爱的地毯 陈好气疯了 又去别的地方找 谁知下一秒 小鲜肉从裙子里钻出来 又藏进弄脏的地毯里 刚把男人卷进里面 而陈好什么也没找到 只能无功而返 妻子说他神经过度紧张 把所有责任推在丈夫身上 气得他把气撒在地毯上 结果听到声音声 这才让他发现 原来小鲜肉藏在地毯里 但他并没有当面揭穿 于是有了惩罚他们的主意 他让妻子帮忙把地毯抬到楼下 虽然女人十分不愿意 但在陈好的坚持下 他也只能跟着丈夫一起抬地毯 在下楼过程中 陈好故意撞几下楼梯 这可把女人心疼坏了 然而下一秒 此时陈好彻底摊牌 你难道没什么要跟我坦白吗 陈好知道真相后 直接一脚把地毯踢到楼下 藏在里面的小鲜肉也滚了出来 安娜非常心疼 赶紧上前查看小鲜肉有没有受伤 陈好也拿到女人出轨的证据 此时两人彻底猛了 陈好看在俩人夫妻一场的份上 会很快写好离婚协议 而这块地毯 将是唯一留给女人的财产 那你觉得女人会后悔吗 女人将二维码贴在丈夫后背 女人吓坏了 谎称刚才用力过度 接着又转身 拿起一瓶辣椒酱 倒在有二维码的位置 随后轻轻涂几下 皮肤的灼痛感瞬间袭来 他抱怨女人干啥啥不行 吃饭第一名 女人不敢反抗 看得出他十分害怕自己的丈夫 殊不知他会因此付出惨痛代价 男人受不了疼痛 急忙来到医院 想让医生检查下 医生看到他后背上的二维码 觉得上面的纹身很特别 可男人表示自己并没有纹身 睿智的医生觉得不对劲 于是装作给他检查的样子 偷偷扫下上面的二维码 谁知里面的内容让他大吃一惊 医生这才意识到 眼前的男人是个家暴狂 为了救出可怜的女人 他有个大胆的想法 要求去男人的家里看看 这让陈好十分怀疑 医生说 这是为了找到过敏源 能够对症更好的治疗 看到医生认真的样子 陈好放下所有防备 带着医生来到他的家里 一进门 男人就警告妻子 不要乱说话 否则有你好看 随后进屋去找过敏源 医生趁机告诉女人 二维码上的内容他已经看过 叫他千万不要声张 这时男人拿过来一盆植物 询问医生 这是不是过敏源 医生假装看了一眼 说绿植不会引起过敏 随后提议让他洗个澡 会暂时缓解皮肤的不适 等丈夫离开后 女人带着医生来到卧室 鼓足勇气脱掉外套 露出伤痕累累的身体 没想到家暴男如此可怕 于是掏出手机想录下证据 没想到男人突然闯进来 看到这不雅的一幕 他还以为医生是个色狼 妻子上前解释 却被男人一把推开 随后想把医生打报废 关键时刻 他赶紧打开药粉 对着男人夸地吹过去 陈好还以为没事 结果下一秒 他就感觉浑身无力 直接瘫倒在了地上 女人则趁机逃了出去 此时陈好呼吸困难 他恳求医生给他解药 没想到医生给他倒入一瓶镇定计 然而他并不知道 还天真的以为自己没事了 就当医生要走时 男人突然抓住他的手 想要继续对他施暴 结果他变得毫无力气 这时女人也带着警察赶来 男人见无力回天 直接晕死过去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在医生的帮助下 女人也终于摆脱家暴男的控制